鋼琴王子言訣受邀參加學校樂團的演出 音樂底子深厚的他以前也是音樂班的學生 同台演出一點都沒有違和感 一連帶來多首自己的作品完美演出 只是王子的吸引力可能還是不敵小妹妹最愛的氣球 上台獻花只收到半套 也只能說是史上頭一招 佩服老師謝謝佩服老師 謝謝 無難不敵氣球的魅力 演覺校說其實我也是一顆圓球啊 一定有隨著四季我的身材是會有變化 對 然後這次因為在製作期一直都在美國 然後美國的食物都比較有多 然後吃的東西我覺得也是比較容易變圓球 但是回來的這過去的兩個月就瘦到現在這個狀態 YES娛樂新聞中心 台北報導